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來到我們網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1年5月18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網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蒸香煲和三台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易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就是我們的時事多合一的早晨時間 第一則新聞就是來自澳洲的 澳洲一家港資的公司被澳洲官方控告 是甚麼事呢?就是客購新移民的公司 30位澳洲的新移民被客購總共368,684元 其中有些員工 每星期工作的時間 要六到七日 最長的人士公事是70個小時 他們當時明明合同就寫 時薪是24.41元 但是 當然了,加班的錢是一元都沒有付 澳洲的公平工作 專員委員會 其實已經在聯邦法院正式 開始 對這家公司進行起訴 指控就是 這30位新移民 就是 在2017年 到2018年 11月 那麼長的期間 其實每人最少 被人客購一萬元 公平工作委員會 是這麼說的 他就說這家公司 起碼有四項涉嫌客購勞工酬勞 的行為 是不符合 公平工作法的 所以 這家公司 就會 受到 嚴格的調查 每一項嚴重的犯規 違法 犯規其實就會 一項 每一項 就是 會罰63萬 總共四項也挺金的 其實 你要知道這件事 現在 他們 這家公司的藉口就是 我有簽勞動合同 說他們自願 就是說 他們自願加班 但是自願加班 澳洲 政府就說自願加班其實也是 要補錢的 而且 在澳洲每一位部員 無論他有什麼國籍 持有什麼 簽證的狀態 都是享受同等的法定權力的 這家港資公司 是認識的 主要業務 就是物流 和配送服務的 他們 就是幫 Ebay 等等的 電商 做事的 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就叫 Song Ching 鄭先生 其實也受到澳洲工作公平委員會的起訴 其實這三十名被黑扣工資的僱員 全部都是 可以叫 新移民 因為他們是拿工作簽證的 其實都是未永久居民的 在等著 我懷疑 我懷疑一件事 就是 他們覺得 哎呀 你不來我們的組 你這個 簽證 很難有人請你做長工 這樣說吧 結果 就是 已經媒體曝光了 這宗案 就會在 2021年6月18日 在息期 就進行這個聆訊的 那我都要勸一下大家 千萬不要做犯法的事 這些事情 就是 你叫人家班 其實在澳洲 是挺貴的 你現在 每人 有些人做七十個小時 是不是 就是良心過去 除了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就是如果你做顧問這樣 你出的人工夠高的 譬如 就是過了十多萬這樣 那你就可以要求人家 無常加班 其實你要過了那個 最低公司很多 才可以要求人家 無常加班的 是 那麼 政府都會有這樣的要求 其實 譬如 在市政府那裏做 你做過工程師 大概十多萬 那麼 他都會要求你 無常加班的 但是不可能是整天 就是如果你整天 慣性地叫人家 長期加班 那就不太好 整件事是 其實 這間公司也挺無量的 所以 那些黃友 經常說 香港人很優秀 其實哪裏都有壞人 就是這間 港幣 是吧 當然 他們這樣做 亦都是 有些人是真的忍的 這是事實 因為擔心沒了份工 還有他們持有的簽證 是 這個工作簽證 那麼他要 在某間公司 做定 做夠一定的 年限 才能取得PR 就是 永居 所以有些人 是感怒不感言的 這是事實 我知道 以前 有些印度裔人士 就是剛剛出來 因為他不是 土炮 不是這裏人士 為了拿到這個工作經驗 在薪水大大打折球 甚至 是免費做工一年的 就為了做 拿一個工作經驗 之後就申請移民的 那很多這些人 其實 這件事都要講清楚 這件事是不少的 很多台灣人都會這樣做的 我都認識一些台灣人 譬如他 搞了一個job offer 他是怎樣的呢 就是那個job offer 當然有造假的成份 就是本來就應該是 留在那些小的town 但是 有些企業很奸的 就不是中國人開的 也都不是台灣人開的 就是中國人 就是中國人都包括了這個台灣人 我認為就是 但是 其實有些人是種狗的 就是種種狗的 中國人 或者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個香港人 就是現在的細分的話就是 怎樣呢 他那些巴西人 是種狡猾的 他就開了一家公司 就在那些small town那裏有office的 他就用small town那個office 去出一個job offer 但是那個人實際上就不是在small town那裏做事的 不在鎮仔裏做事的 他就在 大城市裏做事的 本來 如果你根據那個 規例就完全不合規的 人工就合約上寫一個實際比有另一個 這樣子的 陰陽合同 陰陽合同 很離譜的其實 不是單純是在華人有這些問題 我想說的就是 就是不要給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東西就覺得 嘩全部唐人都是這樣 不是唐人 唐人 唐人有這樣 但是 其他 族裔 族裔都有做這些東西 西人都有做這些東西 是 是 千萬不要覺得 嘩很高尚啊 他們不做這些東西 很多人都做這些東西 就是 真是不做這些東西的是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 找不到吃的人 好像我和真BC那些 就不做這些東西的 因為 你要看長線的 不可以這麼短視的 因為這個追溯期是可以很長的 你賺了這些錢之後 你有可能 他幾十年之後才可以回你舊的 是啊 好像這個人 他被起訴四項控罪 每項63萬的話 其實 得不償失 如果他真的 又要罰款兩百多萬 是不是 其實不值得 說句老實話 這是第一條新聞 第二條新聞 就是講聯合國的 聯合國的兒童基金會 就叫有些人不要這麼自私 是什麼人呢 就是 七國集團 G7 以及 就是歐盟 究竟什麼事呢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說 現在 19疫苗的全球取得機制 COVAX 預計 6月的時候 就會 被他原本計劃 撥少了 1900萬劑疫苗 英國 就預計會在6月份主辦的 G7的峰會 七國集團峰會 就會跟他的成員國包括加拿大、美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美國 就會開會 這個基金會說 你們這麼富裕 可不可以幫忙 因為現在 很不可以 本來 疫苗已經不夠 你還說6月份 少了1900萬劑 短缺 疫苗其實 亦是令到第二波疫情 全球再復燃 為什麼呢 因為 Indian Superman 這個 萬夫莫迪 治理之下的印度 現在是很嚴重的 所以印度 就 停止了供應 和出口疫苗 聯合國基金會就說 希望 發達國家 富裕的國家 立即分享多餘的疫苗 疫苗 起碼 就會 頂一頂 因為現在情況緊急 所以馬上行動 美國手上有多少呢 美國手上 起碼有6000萬劑阿斯利康疫苗可以捐出來的 發覺 他之前承諾會捐50萬劑 瑞士 也承諾捐100萬劑 目前 全球總司打數 疫苗總司打數 14億劑 是 44%就在所謂的高收入國家 是吧 佔全球人口 只有16% 只有3%的疫苗 撕打在 全球最低收入的29個國家當中 所以這些國家 是嚴重不足的 老譚 譚德塞 也希望賦予國家 將自己 多餘的疫苗捐出來 是吧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這些貧窮國家的小孩子就很慘 兒童基金會還說 現在其實加上 全部的 發達國家 包括七國集團 和歐盟 他們其實是有能力 一共可以捐 一億五千萬劑疫苗 給有需要的國家 而且 兒童基金會也說 就算你捐了之後 也不會 阻礙你本國的 疫苗接種 因為你們實在太多了 其實就是講美國 我想就是 美國就是很多 其實澳洲也會說一節 澳洲也是 也有很多的存貨 因為澳洲是整壓私利康的 英國的研究公司 Airfinity Airfinity 它就說 全球富裕國家 G7和EU 歐盟 只需要將他們手頭上 6到8月2成 兩成的疫苗斷貨 捐出來 就已經足夠 被全球疫苗獲得機制 就可以緩解到疫苗 分配不均的問題 其實對於發達國家來說 是不難的事情 但是那些人不肯 是不難的 真心地說 但是 肯不肯做呢 是另一回事 這是第二條新聞 第三條新聞 亦是來自澳洲的 根據 澳洲人報的消息 原來澳洲國內 有些 商業領袖 都是對於魔總 不滿意 這個我們說過很多次 其實 他們說 中澳關係交互 令到他們很沮喪 他們希望 兩個國家 可以有奇跡的 恢復正常 他用奇跡 這樣也對 其實也是奇跡 如果中澳關係 好 其實 一位 商家代表 他叫Michael Smith 其實他 就在媒讀的 媒體發文 他就說 現在 我和我的夥伴 即是和中國存在業務來往的一些企業 私底下 都是批評 摩總 說他 態度越來越硬 搞到兩個國家 的關係接近崩潰 之前 的貿易摩擦 已經令到他們 叫做 虧到牙哀哀 苦不堪言 Michael Smith 史密夫先生 他就說 我 上個星期 就參加了一個 商界領袖的聚會 大部分的參加者 都是 和中國有開展業務 他們 擔心現在的中澳關係 會持續 甚至更加惡化 尤其是聽到 坎培拉的政客 討論著 和中國開戰之類的言論 值得一提的 就是很少人 將 19爆發後 中澳交戶的責任 歸咎於北京 雖然 中方也有對 澳洲的商品出台禁令 或者 加征關稅 但是 商界領袖 都是對 摩總和他 手下的部長 所謂的 中國開戰論 提出極大的批評 他還說 商界領袖 想知道 為什麼 我們外交部長 Ping 就是這個佩恩 我很討厭他 說明 為什麼要要求 展開這個 對中國19病毒源頭的獨立調查 為什麼要想想 施惠達二汶說租約 為什麼澳洲的政客 一定要同一個比我們強大得多的國家開戰 其實很簡單 只是選票 只是選票 一點也不難 米高史密夫先生 這些東西 只是選票 而已 米高史密夫 還說由於 政治風險 不斷升高 他已經決定 暫時不會向 中國業務部門投入更加多的資金 另外一名 他的朋友 也是一名 長期投資 中國的投資者 他們就說 準備 將資金撤出香港 轉投新加坡 史密夫先生還說 幾乎沒有人相信 很快就會開國境 他們 就這麼說 如果 澳洲不再封國 就會毫不猶豫 先去中國 安撫一班消費者 後排 以及最新的民意調查 其實73%的澳洲人 都希望今年 就可以 不再封國 但是 會不會這樣做呢?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 反而 現在摩總經常說 不行 一定等到明年年中 才行 我反而覺得 是有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 提前大選的風已經放出來 他很簡單 大選之前 就說 既然每個人都敢 我努力了 我努力了 大選之前就 開國門 他就可以得到選票了 是嗎? 所以其實 他講得這麼強硬 我反而看到有少許的希望 他很懂得玩這些東西 當然啦 Marky from marketing 是 營銷專家 是 其實我看到他笑過死樣子 其實跟我以前有個很討厭的同學 好像 他 的確 現在正在做Marketing 那也是 老爸很棒的 其實我覺得做Marketing的人 最重要就是 變通 Festible 就是靈活 魔中其實也挺靈活的 你想想他 他明明 對我們華人也不怎麼樣 都可以叫那些 黨又 喂 你們學普通話 快點跟華人去拜年 這樣做得出的 真的 十分現實的一個人 是啊 但是 好像有很多華人受襲的事件 他又不聞不問 最近又有幾宗 還有人這樣說 商人 他就這樣說 即使在澳洲享有 言論自由 但是 很多人都很擔心 只要我們 說一些 對中國 公穩一點的說話 就會被貼上標籤 就叫擁抱熊貓者 這句詞我以前也說過 其實我們也是 有些人經常說 你為什麼這麼出樣 我經常都 說 一些現實問題 現實的事 那我嚴重了 是嗎 我們這裡 經常都說什麼 民主自由 其實我再說一次 我不相信 因為以前我家 這個百年歷史已經被 這些西人搞得太多了 所以我是不相信這件事 如果是我們老樣 我想 尤其是我在澳洲 現在澳洲應該是 五眼集團當中 和中國最差的關係 我想我很快就會被人家 整個家就糟糕了 可能就噴漆了 就寫著 真BC 有些人是想我們死的 我們還有外面有其他東西在做的 如果你說其他外面的東西我不做 我只是做這一樣 我們出樣子都沒有所謂 但是 問題是這一樣東西 養不到我的家 最糟糕了 對不對 就是 給我買兩碗叉燒飯吃一下就行 我就是口癢的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我錄節目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都要接一些電話 因為忙 所以有時候 都要看一把聲 但是 畢竟自己比較多 喜歡說話 所以 工作之餘 亦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不要讓那些極端人亂說 因為那些極端人 那些誤導性很強 是啊 其實我很害怕這件事 他講得很誇張 就是你抄我們那些東西就沒有問題 但是 一不抄自己 一加一些創意下去 哇就瘋到 離譜了 是啊 我想想一下 謝霆鋒以前有一句話 就是 廣告 術語來的 有創意我最喜歡 但是 有創意我都喜歡 不過 我做了一輩子的學術 我就希望給我 Credit 是不是 那麼說回 現在 美國 都是說一句 哎呀 你不用擔心 澳洲 我會挺你的 我們不會坐視不理的 不過 不過 我們 一直都說了很久 說了一年多 挺你 我撐你 我撐你去屎 不止 因為 可以 搶你 在中國的市場 是不是 那麼 其實澳洲的駐華大使 這個 Fletcher 廢列查先生 上個星期 亦都這樣說的 他說 我希望看到雙方恢復到一個更有建設性的關係 如果中澳關係繼續交戶的話 只會導致逐步脫勾 這個是不符合兩個國家的實質利益的 哎呀 哎呀 其實 我也不敢說了 因為摩仲 現在是 準備提前大選 可能之後 希望我把烏鴉口又不中 我今天也會說一節 真必思把烏鴉口真是壞 又中了一件事 不過等一會再說一節 為了安撫這班商家佬 其實聯邦財長 費萊登伯格 他都說 我們會繼續 考慮減稅 而且 我們 減稅政策之下 可能有99%的 企業會受益 這樣說 也是安撫這班人 但是你說實質能否幫到什麼呢 你不如 其實回到過去 中澳關係依然可以做 生意的時候 才是最大的減稅 減稅都是 一年兩年的事情而已 但是 如果你 中澳關係不好 我們都說過了 你沒有三五七年怎麼修補 要找客人所賺的 比你更多 你減稅 Indian Superman 現在他都不敢說了 那是這班人的恥辱 是四國同盟的恥辱 四國同盟其實有兩個國都好像崩了 第一印度當然大家知道 鬼謊那麼嚴重 日本亦都很慘 我們都說過了 我們網友在日本 他猜不到 一個發達國家 日本 家鄉 即是某些香港人所說的家鄉 等救商車等了72個小時 真人真事 我們之前節目也說過 有些東西 望向編輯部就是最壞的一件事 就是整天踢爆 是不是 踢爆了別人的東西 也是因為 這樣 搞到 我們曾經都被 逐出某個地方 是不是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